刘兴 聘证 团长同志 铁学团新密联 集合完毕 其指师 指导员 攻坚 刘兴 十二 刘兴 同志们好 刘兴 不错啊 有一点铁拳团的精气势 看到你们年轻的脸 我想起二十年前的我了 二十年前 也在这儿 我成为铁拳团的 一名新兵 当我们告别家乡 告别爹娘 穿上这身绿军装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一个老百姓 而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解放军这个词 我相信 在你们的概念里 也许是模糊不清的 你们 也许很崇拜解放军 也许很讨厌解放军 每一个新兵来参军 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知道 并不是每一个小伙子 来当兵都是心甘情愿的 但是没关系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解放军 欢迎你 你们以前 是在电视里了解解放军 在报纸上了解解放军 在抗洪抢险的画面里 了解解放军 也在道听途说中了解解放军 当三个月新兵连结束 你们战胜了懒惰 战胜了痛 战胜了自我 真正穿上这阵军装的时候 戴上国防服役章 戴上裂兵军衔的时候 才开始真正 邀请人民节奏 你们认为新兵连很艰苦 班党很苛刻 干部很严厉 对吧 但是 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 告诉你们 当有一天 你不得不脱下这身兵连军装的时候 你重新成为一名老百姓的时候 你们 会无比留恋 作为军人的 每一分 每一秒 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中国人民的几地兵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是随时准备 为社会与制度 国家和人民牺牲的 光荣群体 联兵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联兵准备的 联兵们 你们准备好 投射战场了吗 联兵准备的 联兵们 你们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 牺牲自我了吗 联兵准备好 且宣传 一高军事 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 一高军事 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 一高军事 准备好为国家和人民 联兵王亮 到 团政治处电教使 开什么玩笑 报告班长 我们三个一块来的 入屋前 我们在电视台工作 我是摄像的 我是录音队 我是剪辑 你不是摄像 不是录音 不是剪辑 你们现在是裂兵 我已经告诉 电教使的蔡传道主人 让你们参加基层训练 别以为那逃逃的过 对下 高陆林 到 工兵营伪装连 你懂工兵吗 报告 不懂 对下 上面是怎分的 我带着新兵应该去步兵连 王小虎徐永长 到 机械化步兵三银九连 是 终于有步兵了 朱铬 到 团后勤术农场 难道你会种地 不会 方老 那你去干什么 报 入屋在家开養猪产的 我真不知道 后面会不会有养鱼的 李二牛 到 机械化步兵二银神枪手四链 你不想去啊 走 班 班长 我不给我车吧 你哪有这么多废话 我知道 你有二级出师证 村师班缺人手 去给他们改善改善 是 这 这 去 村师班班长 神枪手四链的兵 要有兵的样子 哪有这么多废话你 明白 是 何尘光 到 机械化步兵三银六连 是 王远兵 到 机械化步兵二银神枪手四连 是 这个解释 在我的意料之中 一句话 在他们的一两种 一二连 一二 张惠霖 成功 哎 我走了 成敏 伯仲 谢谢 成功 啊 你说咋的了 啥咋了 你咋没去 神山手四连呢 没看见九十环 输了 没干过你了 何尘光 我有话跟你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 就占你一分钟的时间 哎 都赶 下 来 颜辟 啥事啊 来 颜辟 啥事啊 啥事你叫我来 你又不说话 何臣光 你说你为什么直打九十八 我迷眼了 鬼话 你迷眼了 我一直在盯着你 打最后一枪的时候 根本就是故意的 我故意什么呀 你故意打歪 故意拖拔 故意让给我 我没有 你再敢说你没有 我没有 你满意了吗 你再敢说 你没有故意拖拔 王衍冰同志 我最后一枪 没有故意拖拔 何臣光 你是不义的 我不需要你这么可怜我 你怎么没完没了啊 你需要别人可怜吗 我不需要你可怜 如果要不是你穿了这身军装 我今天能把你鼻子打流起 你信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身军装 我和你不会成为战友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打呀 继续给我打呀 心里没瘦了 我看见你 下次让我看见 看我怎么收拾你了 棍子 我看见你了 你怎么会 快 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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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算是欢迎仪式吗 找谁 报告 裂兵合作模特天类模特 你就是刚来的新兵吧 是